HELLO 大家好,我是鼠環 今天我們來到 Life Park 時評幕 我們請來宏偉來幫我們介紹 HELLO 宏偉 大家好 宏偉,我們現在在 Life Park 時評幕 他是在四房 然後他的評數大概是幾坪的 我們現在四房來包的 68 到 71 坪 他只是看陽彩的大火小而已 所以的話基本上是算是均 70 坪的一個概念 但聽起來是蠻大的 那我看到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這是一個懸罐的地方 而且這個懸罐我覺得還蠻大的 我們兩個站在一起,旁邊還浪浪的 對 大家看得到我們懸罐來講 他的一個收納的機能相當的大 你會看得到的話其實來講 我們希望的是在是說 如果今天可能在外面工作蠻辛苦的 那回到家的話 我們可能有一些外出的衣物 或者是鞋子的部分 甚至是公式包 然後可以在這個地方做收納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希望在懸罐之前 我們就把全部的公式全部都丟在 然後回到家 最主要來講的話就是一個非常 可以跟家裡面的人來去共享一個歡樂的一個時刻 好會講喔 我也幫我拍拍手 來現在我們到了客餐廳部分 客餐廳是做開放式的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客餐廳這邊面塊相當的大喔 對你們可以看到的話我這邊客廳的話 整個面塊相當是一個快八米的一個面塊 那其實的話這也是我這一個房子 它主要訴求就是在這一個客餐廳 我們希望的實在是說今天可以的話 一家人有一個 全部人都可以在一個空間裡面去彼此來講的話去做交流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訴求 而不是說今天可能大家 有些小朋友就可能他會自己到自己的房間 買一個那麼大的評數來講的話 還是就是希望說家人之間可以在客廳以及餐廳 你可以看到那麼大的一個面塊 他可以來做一個彼此間的一個交流 然後的話可能今天說說心事 聊聊聽說小朋友在你的工作上面 或者是說在學校的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有一些每天的感受 我覺得宏偉還蠻注重就是家人之間的情感 所以他很希望說就是公領域的部分呢 它的size它的尺寸是大一點的 這樣你就可以大家坐在一起 不擁擠的一起互相分享一些小事 宏偉做的小事啊 這是我們的一個比較主要不得的機關 LiPad你們可以如果去網路上面看到的話 它整個外觀的部分是相當有造型 那其實的話它的外面像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外觀的一個裝飾柱 那它保有的話是一個比較可以收納的空間 所以你看得到的話包含這一邊 一樣的都可以做一個收納的空間 我覺得這樣挺不錯的 因為如果你有些雜物啊 然後你會煩惱不知道放在哪裡的話 其實你把它藏在柱子裡面是挺不錯的 尤其是出國的時候 我們出國玩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旅行箱的部分 都不想要排在哪邊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很大愛想好用 對我覺得這樣是挺不錯的喔 而且我會發現說 我們這一間食品屋啊 設計師其實花了非常多的薪資 像是它呢都放了很多就是那個拉門嗎 對拉門的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到很多地方拉門 看一下喔這是我們主握部分 我們主握我們每一間那個房間的手採頭 我們主握來講的話 其實來講還算相當的一個寬敞 尤其來說的話你們可以看得到的話 我這邊拉門來了 拉門來了 這就是一個拉門的概念 那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一樣的會有一個所謂的一個化妝的一個空間 對女生最希望的化妝台 對沒錯 那如果沒有要用的話呢 就把它關起來 然後晚上的部分來講的話 可以看個電視 嗯 對 我覺得它就是 什麼東西都可以放得進來 但是你又不會覺得很擁擠 那我們接下來是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轉彎一個更衣式的空間 然後右邊這手 右手邊這邊是我們主握 嗯 我們主握衛浴來講的話 是四件式的 包含有浴缸、淋浴間 然後跟我們的馬桶 跟我們的一個洗臉盆 嗯 那主要來講的話 就是用紅透的一個衛浴 嗯 對我覺得那個 主握跟主衛啊 對於我來講 我是覺得相當重要的 因為我個人啊 我個人啊 我個人比較喜歡私淋浴 所以私淋浴還是不要太小 然後要有足夠可以用的空間 所以喔 衛浴裡面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浴缸 對比較大的浴缸 對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去廚房囉 可以跟我們走 欸廚房間其實還有個拉門 現在都關起來了 對 來說的話 我們希望是說 畢竟來講台灣人的一個 可能廚房的一個方式 還是比較不像歐美 大火快潮 比較多都會有油煙的問題 嗯 那來說的話 我們這邊還是就是用一個 比較屬於獨立式的一個空間 沒錯 來講 你們可以看到我的廚房的部分 我們搭配的是德國的Nobreza 的一個儲具組 包含的話 靈內的一個倒替式搓油炎機 以及雙口爐跟烘碗機的部分 嗯 那我們的那個三機呢 我們三機 剛剛講完了嗎 剛剛講完了嗎 剛剛講完了 沒在聽耶 那重複一遍喔 就是靈內的一個倒替式的搓油炎機 以及的話 你內的雙口爐跟烘碗機 那後面是我們的工作陽台 對 你們可以看到啊 我們工作陽台來說的話 相當的一個寬敞 對 今天來講 可能放了洗衣機之後 包含的可能是烘衣機啊 甚至是比較多的可能 它會是有一個收洗台的部分 對 雙面那邊都沒有問題 沒錯 對 那如果就是 如果用中式 中式的方式去煮飯的話呢 真的就不用怕油炎會跑到客廳來 影響到你的生活的感覺 對 而且可以看得到的話 其實這整個空間感覺的話 從廚房一路延伸到我們的一個 餐桌區到我們的一個客廳的部分 相對來講的話 就是在一個那麼寬敞的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做一個完成 沒錯 而且我們在我們後面啊 其實還有一個後陽台 只是我們今天沒有特別去介紹它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可以直接到Live Park的現場 或是播打這個專線 謝謝 那今天謝謝洪偉幫我們做這麼精撇的解說 我們下週再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 歡迎 我們下週再見 我們下週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